来这轿子都来这轿子 来这轿子是从80年开始的 80年在董达街北六行正对面 在董达街面叫六行扣轿子馆 当时那确确实是什么好 乐爷子在玩 乐爷子在玩可能 咋事呢吧 乐爷子对我手可能 反正出来东西好 确确实实好 自十店开门 一直到晚上有店之前肯定管门 反正一天就是一天宣执 三十会儿玩三十会儿管门 从来共产五都不讲 而且那个时间跟现在不是一回事 那个时间就是几年是亮宗宣执 其实就是粉机结枕 到夏天就是牛肉旧材 冬天就是牛肉大厨摞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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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摞 这两个宣子要比旧房人厚低度 哎呀一次是厚多 这这这这不是都吃这小盒 这小盒子前台过来都吃了一锦 一次吃一锦 一次吃了一锦 饿都下了一锦 他要有两万个鱼台两个人 这一锦 这个一锦 这个一锦跟那个中央的一锦 不是一回事 所有的锦子 过来一锦开起 都是六十个 一锦一锦都是六十个锦 至于宝的大小 那是隔家的四 那个有很多东西 再来一锦 我今天来到的是妙户 寄了白老四饺子馆 上次有粉丝问我 你们西安的饺子是论手卖 其实我们西安的饺子说的是论金卖 一锦六十个 就是你要几两都是多少个 不管它这个饺子大小 它是不按重量 是按数量走的进那种的感觉 这就形成了 有些店的 都是一斤六十个 有些店的饺子各都大 有些店的饺子各都小 我今天吃的是韭菜牛肉 和那个萝卜牛肉两饺的 老板刚才说 其实吃最传统的饺子 他们家最拿手的就是萝卜馅饺子 而且他们这个饺子馅 特别多 然后这个皮虽然很薄 但是很筋道 很筋道 但是这个萝卜的馅饺子感觉 饺子特别好吃 大家可以尝一下萝卜馅饺子 或者是吗 也会有多好处的 就是在这儿